大家好,我是阿飞 今天把上次采的香驯弄吃掉 虽然不像新的吃法 但是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吃法 今天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香驯烧烤 漏斗大孔菌 漏斗大孔菌 这个也可以吃的 还有木耳 还有香驯 先把这些杂质剪一下 再把底下这个 再把底下的这个小木头拿掉 刮下就可以 对了,还有肉 还有这个五花肉 辣椒 我们来腌肉 丢丢胡椒粉 哎呀,胡椒粉 五香粉 嗯,差不多 丢丢鸡精 再来丢丢盐 再来丢丢的 辣椒粉 这是那种很细的那种辣椒粉 嗯,再来点 我喜欢吃辣的 加点料酒 抓匀它 下手抓匀 接下来把它穿下 那我们就一朵蘑菇 然后一块肉 然后一根辣椒 我再摟蘑菇 然后再来块肉 辣椒的话两个应该够了 OK 多穿点肉 好的,我们就复制粘贴啊 接下来就是穿啊 穿了这么大的 穿这么大的一框啊 应该有 30穿 有没有 123 有20多穿啊 25、6穿的样子 应该吃这个应该就吃得能吃饱了 准备一点蒜油 用蒜油来烤 准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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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不要让它起那个明火 要慢慢的烤 把这个五花肉的这个油脂呢 烤出去一些 其实刚才我这多余的一个动作就是刷油了 这个五花肉挺肥的 慢慢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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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隔壁先烤着 这个呢 已经OK了 其实不用放羊 还有不用刷油 因为这个五花肉的油脂 已经足够了 我先来一口 香顺又滑又嫩 然后肉烤的嘎嘎香 所以大家如果吃的话 要吃一点肉 吃一点菌子 这样一口 太舒服了 放一下 继续 很酷 這個生抽 制作中 修理 油 炒麵 鍋子 我又加了一点这个烧烤小料 也就是加了麻加了辣 然后就更麻更辣了 刚才吃那两串呢是原味的 这个呢又是又麻又辣 然后味又更足一些 所以建议加烧烤料 蘑菇呢已经烤得看不见了 其实里面是有一二三三朵四朵的 完全烤在里面 这种干香干香的 最棒了 如果这个烤顶便可吃的话 好 我会说 你很想干吗 这种烤顶便吃了 是 这种烤顶便吃了 齁 胸 我感到不激烦的 我感到不激烦的 牛肉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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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放一下 烤糊了 我大概吃了20串 等发现已经撸不下去了 虽然很好吃 还有木耳 总的来说呢 烤五花肉很好吃 这个香薰在里面起到的作用呢 就一般般 就让口感更丰富一点而已 滑滑的 香薰烤肉的这个教程呢 就风险到这儿 之后呢 又带大家上香彩各种各样的模糊 我们就下期视频 再见咯